炸毁台积电就是典型的 自己得不到 别人也休想得到的心理 而这就是民进党 不敢让台湾民众洞悉的 美国心理 谁要是敢去想 敢去问 那就是散布以美论 是所谓认知作战 依靠美国对抗大陆 是民进党的根本 于是吴钊燮就只能睁眼说瞎话 拼命地替美国人辩驳 蔡英文上台这几年 台当局断了九个所谓友邦 其中有七个就断在了 吴钊燮的手里 每次被通知所谓断交 吴钊燮都要被骂 被要求应该主动请辞 但是每次他都不走 背负的骂名也就越积越多 几乎成为一个笑柄 现在美国人又频繁地炒作 炸毁台积电 吴钊燮管不住美国人的嘴 还不敢反驳 即使当作听不见 实际上也要挨台湾民众的骂 被骂得恼羞成怒之下 就只能对着记者发火了 就是不知道吴钊燮 是否思考过 自己遭民众唾骂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